没想到,锂电池资源争夺战的下半场竟然是电池回收,而且打的是异常激烈和诡异。 首先是中美欧日韩亲自下场,不仅政策多,而且宁王、特斯拉、比亚迪、大众、宝马等车企全部投入重金布局,热度和激烈程度不亚于当初的锂电池技术争夺战。 还比如宁德时代三次扩大电池回收业务,总投资超过650亿元,大众联手世界各国电池巨头布局全球电池回收业务,阵容非常强大。 其中,千亿巨头华友就是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然后比亚迪也联手中国铁塔,还在全国设立了40个电池回收站点。 除此之外,还有宝马、干风里叶等等企业也是如此。 电池回收成为锂电池资源站的焦点,热度和激烈程度不亚于当初锂电池技术路线之争。 除了竞争激烈,电池回收市场也很诡异,尤其是中国。 国内很多电池巨头亲自下场,又是出钱又是建立电池回收工厂,目的当然也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结果效果极差。 中国有七成的动力电池竟然被收破来的小缩饭给抢走了,而电池回收巨头们还得花高价向他们抢购电池。 而且是谁出价高才能买得到电池,把电池企业巨头买记得是不行,但又无可奈何。 以前他们都是汽车产业里的大佬,都是汽车品牌向他们求购电池,杀手轮到他们求别人呢,还是一群上不得抬面的小企业。 于是电池企业的巨头们集体要求整只电池回收黑幕,把小缩饭打倒,废弃电池就是我们的了。 那么问题来了,旧电池到底有何秘密,为啥突然火了呢? 中国电池巨头们为何干不过收破烂的小缩饭呢? 还别说,这个话题挺大的,因为它关乎到我们的资源战略。 大家好,我是熊猫,今天咱们就来说说锂电池资源争夺的下半场。 锂电池的争夺总计有三次,第一次是锂电池技术和市场的争夺。 当时中国与日韩进行锂电池争夺,我们后来居上,以绝对的优势占据锂电池技术和市场的主导地位。 但是美日韩等国肯定不愿意把电池市场拱手让给我们, 于是他们就开始寻找下一个能卡住我们脖子的环节。 其中,锂电池的原材料就是资源争夺的上半场,而电池回收则是下半场。 这么做的确是瞄着中国锂电池的弱点区的。 因为没有原材料,锂技术再强又能怎么样? 因此,矿厂资源就成为锂电池的第二个战场。 锂电池的主要原材料有三种,分别是锂以及涅菇等原材料。 这三种原材料储量少,而且还比较集中,对中国来说十分不友好。 以全球资源储量为例,其中,锂的全球储量有8500万吨, 锂的储量是9000多万吨,而锂的储量只有710万吨。 这个数量看似挺多的,但是实际上有一部分是不能开采的, 还有一部分成本高,不容易开采,真正优质的资源还是比较匮乏的。 根据瑞银和阿易的报告,2026年时,锂的短缺将达到56万吨。 2100年左右,锂的资源将出现220万吨左右的巨额短缺。 至于锂资源和菇资源也差不多,优质的矿厂资源十分抢手。 资源不足其实还不是最致命的。 更关键的是,中国国内在这三种材料的储量上却非常少。 比如锂矿资源,中国含量丰富,但是可开采的占比只有5.9%。 而中国锂资源可开采只有3%。 至于菇的话,中国占比更少了,只有1%左右。 因此,中国每年需要大量进口锂菇等资源。 也就是说,这三种原材料可以成为扼住我们喉咙的材料。 比亚迪的王长福却曾公开呼吁说,中国不能从被石油卡脖子, 转变到被金属聂菇卡脖子。 因此,卡住锂电池资源是瞄着我们的7寸打的。 刚开始时,中国鼓励中国企业出海去储备资源, 的确取得了一部分成绩。 宁王、干风、李叶等中企,通过合作、购买、入股、收购等商业手段, 拿下了非洲、南美等大量锂矿的开采权,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但是李资源号称白色石油,它和聂菇都属于战略资源。 中国想要完全通过商业手段夺取话语权是很难的。 比如南美三国组建了李资源联盟, 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给中企投资设置了障碍, 印尼、菲律宾等国则禁止了原矿出口。 全球的矿产竞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程度, 留给中国企业乃至世界各国的矿产不多了。 于是,世界各国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场,那就是电池回收了。 根据中国科学院欧牙明高院士的预测, 2025年时,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将会达到5000万, 2030年达到上亿辆,2035年将超过2亿, 2040年接近4亿,每辆车都需要用到锂电池, 而电池的寿命是有限的, 磷酸铁锂电池差不多在7年左右, 而3月锂电池要4年左右就需要更换。 也就是说,当汽车保有量达到一定程度时, 每年退役下来的锂电池就是一个恐怖的数据, 而业内专家经过粗略估算, 电池回收将满足未来锂电池资源25%的需求量。 用干风李业老总李良斌的话说, 退役电池就是一座隐藏在城市里的矿山, 谁能提前掌握电池回收体系, 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因此,各国都在布局锂电池回收。 欧盟在2009年时颁布了新电池法, 法案规定对动力电池中的锂、 涅固等金属元素的再生含量提出了最低要求。 这也从法律层面强制要求各电池厂家 必须在新电池中使用再生的金属元素。 美国则是在联邦与州的两大层面上, 制定并通过了资源保护和再生法、 电池产品管理法等相关法案, 规定了废旧电池的回收商业规范。 锂电池回收正式成为各国资源争夺的下半场, 欧美因为很早就在布局垃圾回收的政策, 有非常专业的回收体系, 所以欧美的企业对于锂电池回收接受的比较快。 中国发展的也不晚, 最早和电池回收有关的政策要追溯到2007年, 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 中国总计发布了数十条电池回收的相关政策, 其中,单单2017年一年内就有八条相关政策, 这些政策就是要引导中国电池回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电池体系包括, 废旧电池来源,储存,运输,处理和重复利用等, 为了让这个体系更加完善, 中国还设定了几十家电池回收固定企业, 也就是俗称的白名单, 然而直到现在, 这些环节还非常的混乱, 拆解不专业, 储存不规范, 运输没有危险驾驶资质等, 充斥着每一个环节, 而这些环节大型企业很难插得上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还得从中国锂电池的发展说起, 2012年时, 中国锂电池发展得如火如荼, 中国与日韩的混战也正处于白日化程度, 当时中国就发布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要建立动力电池的回收与T4利用管理体系, T4利用指的是电池的重复利用, 动力电池的容量低于80%就要正式退役, 但是电池的报废确实在容量20%以下, 这中间还有很多可以利用的电量, 因此就可以将它们用在别的地方, 于是就有了T4利用, 当电池容量在80%以上时, 它是直接用在汽车上作为动力电池使用, 当电池容量下降到80%以下, 就可以用在储能领域, 当电池继续下降到60%以下时, 就可以将它当作备用电池, 比如家庭的发电机, 野外照明电源等等, 只有电池容量下降到20%以下, 才会进行报废拆解, 电池T4利用本意是为了压榨电池的电量, 不至于造成资源浪费, 就像挤牙膏一样, 你看着是没有了, 但是挤一挤还可以抠出更多的资源, 但在首次实践中, T4利用并没有派上太大的用场, 中国动力电池批量上车是在2009年大规模补贴之后的, 而且上车之后的电池主要是以磷酸铁力为主, 而这批电池的退役时间还没到, 因此市场上的废弃电池并不多, 很多大型企业很少入场, 即便有一些退役电池也大多流入到了黑市里面, 据统计, 那时候市场上有九成的动力电池都被第三方企业给回收了, 这些第三方企业都是一些规模很小的小作坊, 但是小作坊的物流车可不管这些, 他们通常将电池直接堆放在一起, 甚至为了节省路费, 将废弃电池和其他物品一起放在运输, 在某个电池回收的小镇里, 就有一个残透的案例, 就是将电池与其他物品混装, 然后驾驶舱起火, 很快蔓延到整个车厢, 这次大火损失了8000多万元, 其中2000多万元是电池,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案例, 有些被报道出来了, 有些则成为行业里的内幕, 2016年时, 动力电池朝着容量更大的方向发展, 三维锂电池因此成为市场上的主流技术路线, 但是三维锂电池的寿命更短, 只有磷酸铁力的一半左右, 这就意味着, 未来每年退役的动力电池数量将成倍增长, 于是为了更好的推广电池, 以及规范电池回收, 国家发改委专门出台了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政策, 指导企业研发电池和回收利用工作, 这份指导政策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并不大, 因为对于小作坊来说, 快速盈利永远是第一位的, 因此他们秉持着怎么节约成本怎么来的原则, 基本很难做到指导政策的规范, 而且随着非旧电池的数量增长,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电解液中还有各种溶剂、添加剂等化学制品, 如果处理不当则会造成环境污染, 于是电池回收市场就不只是危险了, 还环境污染等问题频发, 2018年工信部开始着重整治电池乱象, 当年连续出台了五份电池回收的文件, 涉及到办法、规定、方案以及意见稿等等, 其中还包括了中国首批动力电池企业白名单, 白名单其实不是正规叫法, 它指的是具有正规的电池回收技术的企业, 并且由官方审核之后颁发的回收资质, 属于电池回收行业的正规军, 首批正规军包含了五家企业, 分别是宁德时代的邦普循环, 格林美旗下的格林美新材料等, 当时中国新年轻车的年销量达到了125.6万辆, 历史上首次突破百万, 而市面上的第一玻璃电池也已经开始推移了, 电池回收正规军与小作坊的较量, 就是从这批电池开始的,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两者的短边相接却是与小作坊大获全胜而高中,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成本问题, 正规的电池回收规范非常严格, 从回收点设置、储存室、 专门的运输车辆、 安全环保的拆解流程, 以及合理的T46等等, 而且还要不断更新工艺, 力求将电池拆解的回收率提高到极致, 以比亚迪和宁德时代为例, 他们的废弃电池拆解回收率可以达到90%以上, 相对应的, 复杂的流程就需要专业的人才、 场地和设备, 这些都属于前期的沉默成本, 需要在电池回收和拆解的过程中慢慢回收, 这样一来, 正规企业收购废弃电池的价格就没办法太高, 但是小作坊却没有这么多规矩, 他们随便竖起一个空壳产房就可以开稿了, 不需要复杂的流程, 不需要昂贵的设备, 甚至不需要考虑到安全性, 污染以及回收率等, 他们把能省的流程都给省掉, 回收率仅仅在50%左右, 但是成本就少了特别多, 废弃电池市场很快就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2018年时, 磷酸铁锂电池的回收成本是8500元每吨, 但是回收后经过正规拆解的收益却只有8100元每吨, 还倒亏了400元, 但是一个大型的小作坊却能日振10万, 因此很多正规的企业反而不愿意扩大生产, 而是维持着少量的业务, 有些正规企业甚至还要向小作坊采购, 然后再做二次拆解, 所以大量的废旧电池都集中到小作坊手上, 除了成本外, 第二点区别就是回收点的规模也不成正比, 小作坊通过高价收购的手段, 捆绑了全国各地的回收点, 而正规的回收点一般需要回收企业自己搭建, 这个就像便利店一样, 连锁店的规模看着很大, 但是根本无法与庞大的夫妻店相比, 于是小作坊越做越多, 甚至还一度抢走了费旧动力电池的九成份额, 2019年后, 中国锂电池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位置, 锂电池从市场竞争转变到了资源竞争, 废弃电池不再单单是一个回收行业, 而是转变为国家和企业的战略高地, 于是政策和资金就开始入局了, 2019年, 中国相继出台了多个方案和规划, 还将电池回收列入探达峰的行动方案的子项目, 到目前为止, 中国还没有对电池回收行业进行严格的立法整治, 基本上可以确认未来的电池回收将会越来越正规, 正规军终于开始大规模反攻了, 首先是正规军企业扩展到了80多家, 然后是各大电池巨头赤巨资入场, 2021年10月和2022年4月份, 宁德时代就先后投资了320亿和130亿的巨资, 布局动力电池回收, 2023年1月份, 宁德时代再投资238亿元, 投资扩大电池回收业务, 其中包括建设一条50万吨级别的非旧电池回收生产基地, 冥王吹响了电池回收的号角, 而相关的企业自然也开始跟随, 比亚迪, 干风里业, 格林美, 华友孤业等企业都在跑步入场, 而这远远不是电池回收的结尾, 中国有些企业已经在海外布局电池回收工厂了, 比如干风里业就计划在墨西哥建设一座电池回收工厂, 回收业务覆盖墨西哥本土, 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地, 中国电池回收业务终于成为里电池资源争夺战的主战场, 然而这场战役其实也并不好打, 在国外, 中国需要与国际汽车和电池巨头争夺, 比如大众, 特斯拉等车企都建立了完善的回收流程, 甚至早就布局了当地的电池回收产业, 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还落后一点, 其次在国内也缺乏法律和行业标准, 甚至回收技术难点的问题, 法律就不用说了, 一般都会慢慢完善, 但是行业标准却比较难, 由于各家电池技术不同, 拆解的工艺流程和难度自然也不一样, 甚至有些技术都是企业的独家机密, 需要非常特殊的技术手段才能拆除, 那么电池拆解行业的标准就很难同意了, 除此之外还有T4利用的标准, 因为电池容量不同, 那么在实行T4利用标准的时候, 应该如何设置尺度呢? 这些都是摆在我们电池回收企业面前的难题, 但是好在我们的电池巨头们都是苦孩子, 被市场乱象整得是没脾气, 他们也迫切希望能尽快完成行业的整治, 因此在各个场合都可以看到他们建业献策, 甚至组织行业研讨会, 我相信这个在不久的将来都可以慢慢解决, 到那时我们的电池企业或许会再次杀向全球市场, 希望他们能成功吧, 好了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